星象学说,摩羯座的人心怀壮志,拥有过人的耐力和决心,但是缺乏一步登天的运气,不是上天眷顾的天才,想要成功,需要一步步的努力,水滴石穿,我从来都觉得星象学是个大数据的产物,是个普遍意义的上的群体画像,有时候对于某个个体并不一定准确,但摩羯的这番心语,倒是在很贴合胡雪峰职业生涯,一个摩羯座的传奇后卫,一直以来, 胡雪峰都被认为是中国篮球历史上最具天赋的后卫,但是他的天赋,却从没在国家队兑现,这也成为了中国球迷心中一直悬而未决的争论,无数球迷都在想,如果胡雪峰能在国家队上位,上线会在哪里? 胡雪峰的篮球天赋,从没在国家队兑现过当然了,人生没有如果,这世上没有月光宝和和波,若波罗密的口诀,可以让时光一流,一切重来,但,我们可以回望,可以回溯当年的历史,到底来看一看,胡雪峰为什么会错过国家队? 外界关于胡雪峰在国家队的叹息,多是感慨命途多喘,在话弄人,01年,02年,连续的两次大伤,让这个刚起飞的后卫鬼才,瞬间坠落,再往后,他就一直时运不济,有些是,因为错过了,所以才觉得美好,尤其是在现实狼狈的时候,因为在错过的幻念里,有无数种美妙的可能。 这些年,每每国家队后卫遭受诟病的时候,尤其是刘伟掌控后场的这些年,但凡遇到比赛失利,民间都会想起胡雪峰,假如当年胡雪峰上位,而不是刘伟,现在的国家队后场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,真的是如此吗? 事实并不一定如幻念那般美好,2004年南篮奥运闲被占04年错过雅典奥运会,是因为胡雪峰大伤出狱,状态不好,而且在比赛中有大伤后遗症, 害怕对抗,缺乏激情,这些是教练组放弃他的重要原因,最可惜的,是四年之后的北京奥运会,比时的胡雪峰,无论是状态还是能力,都是处在一个生涯高峰,但是他还是落选了。 胡雪峰当年落选08年奥运阵容,有着两方面的原因,第一是当年刘伟的个人数据确实比胡雪峰要好,6月8日两个赛季,他的稳定在18加5加5的状态,同期的胡雪峰06到07赛季, 场均11.6分4.5个篮板3.6次助攻,07到08赛季16分4.5个篮板4次助攻,不只是在当时,放在联赛任何一个时期,这都是一个顶级后卫的数据,况且当年阵中的核心是姚宁, 而刘伟又是跟杨宁配合最默契的球员,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考量,他都是第一人选。 胡雪峰和刘伟候场的另外三名球员分别是孙悦、陈江华和张俊鹏。 孙悦,当时是中国后卫中唯一一个有能力打NBA的球员,有身高,有臂展,天赋超群,不仅进攻能力出色,而且防守能力强,而且从个人情感上, 尤纳斯非常欣赏孙悦,所以,他也是老游战中的B选项,陈江华,老游看中的是他速度和拼近,美是后卫的打法。 在和梦之队的热身赛中,他会不令的那股猛进带动了尤纳斯,实时证明在奥运会上,他发挥了该有的作用。 那届比赛也成为陈江华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,一条龙晃过科比上篮,成为中国南来历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。 尤纳斯的这个选项也没错,唯一有可能被胡雪峰剃坏掉的,是张庆鹏。 事实上张庆鹏也确实是最后一个搭上奥运搭车的球员,热身在他出色的三分手改让尤纳斯欣喜。 选他,也是想选一个关键时刻的骑兵,06-07赛季张庆鹏的三分确实非常准,面重率达到40%左右,这一点他比胡雪峰更稳定。 后来的事实证明,张庆鹏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,也少有亮眼的发挥。 南篮训练的公开课上,胡雪峰站在一边胡雪峰的被抛弃的原因是,他很全面,数据也很好,但是他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。 可能很多人会说,胡雪峰防守好,他是CBA的抢断王,这一点恰恰是尤纳斯最不喜欢的一点,尤纳斯这下的防守不只是抢断。